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此同时 今天有两件重大的事情画面 一个是13亿元天价交保的魏英冲 今天首度到台北地方法院出庭了 另外一个重大的画面是抗议中国M503 青年团体今天突然突袭的是哪里呢 突袭陆委会 警方强行台里 抗议的民众强调陆委会在今天如果没有做出回应 遍地开花 进行更大的抗争 包括了今天在立法院的场内 抗议M503硬上台联占领的立法院的主席台 这些画面的背后都牵涉到一个关键性人物 就是马英九总统 连日来的政治现金凤炮 马总统对民嘴展开大反击 他说不管是两亿元的政治现金 还是说美国豪宅通通自乌龙爆料 点名包括周易寇 包括陈敏凤 这两个人今天都来到我们宣场 他说民嘴宣称有秘密证人 结果秘密证人都否认了 又指控他把钱放在基金会 结果也没有这件事情 为什么马总统会知道秘密证人都否认了呢 这代表什么 还是说又有谁泄密给马总统吗 难道笔录证词 马总统全然都掌握 全然都知道吗 好 这个全都知道 可是问到的美和是跟大巨蛋 总统通通都不知道 推给了副市长 包括推给了筹备委员会 可以吗 合理吗 美和是签约 他说是副首觉醒的 今天徐千黄带来第一手的资料 当初美和是由副市长觉醒 总统说我只是知道 但详细内容不了解 不了解怎么敢批准呢 偷空台北市场都不用追究吗 马总统说不清楚 今天马上被科文者举行记者会打脸了 一说这才是问题呢 周一寇马上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马上在美丽岛电子报当中 发表一篇美和是必案 卸责切割司法追究 他今天有一份契约书 说要证明马英九说谎犯法 独家取得了契约书的内容 稍后资深媒体的周一寇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认为 马总统说谎 逃避不了美和是必案 一旦进入了司法调查 周一寇认为 他卸任之后的刑事犯罪追诉 恐怕都免不了 真的是在切割避案吗 当然在此同时 我们要告诉官人朋友 他的亲上火线全面反击 到底应该怎么决毒 当柯文者上任之后 雷厉风行大打前朝的五大避案 甚至撂下重话不排除要拆弹 马总统也隔空喊话 他说台北市民期待大巨弹 如果能够将缺失改善 让大巨弹变得更安全 应该留下来 不能够轻易拆弹 拆不拆是一个选项 但是人民期待20年的大巨弹 马好历经的16年 留给人民的是什么呢 大巨弹的施工 告诉官人朋友 今天的最新发展 恐怕危及古迹 古迹恐怕会倾倒 科问者说 可能会率先停工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而在这种情势状况之下 马总统还告诉我们说 明年的总统跟国会大选 国民党是有胜算的 因为有七年的政绩 这应该怎么看 来 为您邀请到 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 全面马总统大反击 第一号人物就锁定他 他就是赞美典 周一口 周姐欢迎您 头号战犯 头号战犯好说 好 继续为您介绍 前时报纸官总编辑 吴郭冬大哥 小姬好 大家好 好 东吴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徐明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好 另外一个被锁定 也是马总统权力反击的对象 资深媒体员陈炳凤 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 当初说拿着刀叉 到底谁吃肉 谁吸血 他被试掺 有关美和事跟大巨蛋 带来的独家公文 欢迎资深媒体员徐清皇 小军好 大家好 了解这个事情追究非常久 杨诗秋金来到我们现场 小军 大家平安喜乐 好 稍后高嘉宇也加入我们讨论 我们先从第一则来看起 当然稍后还有一位关键性人物 他是王定宇 今天通过的初选了 稍后王定宇加入我们讨论 先从政治现金看起 总统办公室主任 康炳正四号下午现胜特征组 面对提问一概死守奋计巨答 针对名嘴爆料 马总统收受鼎心 两亿元政治现金案 康炳正出庭作证 因为他正是关键收受人 接受检调一个半小时问讯后 快步离开 总统现金案顶心未加 老四未应行 首度被传唤 不管媒体怎么问 除了谢谢关键标准答案之外 什么都不说 来 我先请教薛宇老师 马总统这一项专访的 全面大反集应该怎么看 我觉得马总统一直讲说 大巨蛋跟美和事 他都不知道 我只是请马总统看一个文件 这是马总统批的 各位看这个 请财政局长 理局长 素德 兼任议约主谈人 这谈的是什么 大巨蛋 小英这签名叫英九 你知道他不是讲说 所有事情都副市长决行吗 副市长在这里 台北市长副市长欧敬德 请问你都亲自签名 而且你下了指示 今天遇到这个事情 大家讲大巨蛋是弊案的时候 马总统说 我都不知道 小英不是只有这份公文 这是什么 英九 那时候副市长谁 叶金川 这是给谁的文 给大都市建设开发 也就是现在的远雄 英九 但我要问的是 马总统这样的文献有多少 我手上就十几张了 结果你昨天专访里面 睁眼说瞎话说 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想请问 李树德不是你决定的吗 如你一一合约办理 英九 我只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说 大巨蛋这个事情 马总统是管 而且管到非常细 像这里有个东西 是英文的 在讲什么 在讲台北这个 Cultural and Sport Park 也就是文化与体育园区 这只是个介绍 介绍这个事情 马总统亲自去改这个英文 因为其中有一段说 台北是这个什么 这个台湾的国际经贸跟首都 结果你知道马总统怎样改 他把台湾化掉 上面写什么 The Republic of China OK 这是马总统的意识形态 无所谓 这是他的立场 小英国只问说 如果连一个简介 马总统你都一个字一个字改 这边也有啊 这边他改了更多 下面整段他全部改 这都关于什么的 都是关于这个文化与体育园区 就是大巨蛋 马总统如果英文简介 马市长都下来改 结果今天 跟他说不知道 如果马总统说时间久了 我忘记就算了 他是说不知道 都推给副市长 副市长有叶金川 副市长有欧静德 我觉得我们节目应该扣号 当时是谁在做决定的 马总统现在都忘记了 小英我跟你讲 当马总统讲说 副手决行 我只是觉得马总统你要记得 他又讲了一个什么话 你知道吗 他说明年大选啊 国民党有胜算 马总统你如果连美和四 大巨蛋都说跟你没关系 等我们把更多资料拿出来的时候 你还觉得国民党明年有胜算 靠说谎你明年会有胜算吗 我是觉得 这整个事情都代表 马总统不是要反击啊 所以我觉得扣钱 米凤不要担心 可是我觉得他讲 就像小英讲 特政组是不是有泄密 我觉得特政组要出来讲清楚 否则马总统怎么知道 什么叫秘密政人都否认 第二个 这些文书 这些政见 白纸黑字 如果连一个英文简介 马总统你都借路去管 台湾看得不顺眼 一定要改成Republic China 那你要跟我们讲说 所有的合约文件 跟你都没关系 都副市长决心 然后你认为你这个说法 可以让国民党明年赢得大选 有可能吗 来 周杰怎么看 为什么他说 在这个政治现金的部分 包括在美国豪宅的部分 他说有秘密证人 秘密证人都否认了 来 怎么看 他怎么知道秘密证人都否认了呢 其实因为我长期在 报导这个新外约 我也长期观察他的发言跟互动 我倒不是担心 我只是很生气 我觉得这个总统 真的是一派胡言 而且他十分的心虚 在他各个不同的 问题的答复里面 每一个地方都是漏洞百出 从参与亚洲基础建设 投资银行的所谓的挺亚投行 一直到最后他认为 国民党一定会胜选 其实就是一厢情愿 在那边做白日梦也就算了 那跟我跟比较有关跟敏凤比较有关的那一段 两亿现金 美国豪宅啊 什么他说乌龙爆料那一段 我要不客气的批评 中国时报的这些年轻的记者 你们为什么不问康炳正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不问总统府的办公室主任 被特征主约团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还是你们问了 马上就总统不让你写 要不然你叫中国时报的记者吗 中国时报的那几位记者 连康炳正三个字都不敢问 你还可以一二三板 大辣辣的刊登吗 我曾经做过联合报的采访主任 陈明洪做过联合晚报资深的记者 优秀的召集人 我们不会做这么没有专业水准的事 我为我自己的谈话负责 今天的那个关于政治现金跟美国资产 以及这个基金会的 甚至于秘密证人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不追问 连廖小军都会追问 秘密证人是谁 你为什么会知道秘密证人 如果马英九总统说秘密证人都否认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追问 马总统你怎么知道秘密证人是否认了 是特征组告诉你的吗 秘密证人是谁呀 那如果你不是从特征组来的 你怎么知道秘密证人否认呢 那马总统就要继续说清楚讲明白啊 没有 就任凭他一个人在那边 自说自唱 自拉自唱的在那里 自说自话吗 我们先讲这个政治现金案里面那一大段 那一大段 因为他们引述了 我的相关的报道 也引述了陈明洪 这是两个部分 我们先讲那个 来就是这个部分 周一寇段一康爆料 马总统曾经收受顶星集团 两亿元的政治现金 陈敏凤也加码爆料 这是中国时报的报道 曾经有12名电子业大亨 集资捐赠两亿元 政治现金给马英九总统 重挫他的青年形象 马英九澄清 选举过程中 当然有参加一些饭局 但绝对没有企业界人士捐赠 两亿元政治现金给他 绝无此事 他呼吁司法机关调查清楚 更连续加重语气说 这一点我们非常非常有信心 那他为什么加码呢 他这边这样子说 他说 他抨击 名嘴宣称 哇这个非常关键 来我们看一下 他怎么说呢 他抨击媒体名嘴宣称 有秘密证人 结果秘密证人都否认了 又指控他什么 他的钱都放在基金会 结果也没有这一回事 被问到外界认为 马卸任之后 可能会跟前总统陈水扁一样 法院跑不完 马神情略显不悦的说 这种说法已经说了好几年了 他没有办法每次都回应 没有发生的事情 要我怎么回应 他特别提到哦 媒体宣称有秘密证人 结果秘密证人都否认了 所以我今天要请教 特征组的林宗志检察官 秘密份人都否认了 马英九总统这样说了 请问你要不要出来说明 因为他不是讲一个秘密证人 他讲很多个秘密证人 如果说所有的秘密证人都否认了 那马英九总统怎么会知道 特征组你今天不需要立刻来澄清 马英九总统所说的不是事实吗 要不然你们就默认了 你们把真讯当中的资讯 给了马英九总统 否则马英九总统就是胡说八道 自己编织 这个是关于所谓秘密证人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是关于他的基金会的部分 我从来没有说过 他把钱全部搬到 这个他的基金会 而是说他的基金会里面 很多人认为怀疑 包括当时的台北市议员 徐家庆等人都怀疑 他的金钱的累积的入账很高 所以希望他们公布 也不过就是这样啊 那这个基金会的张恒的 这个做基金会的执行长 张恒是他们家的加成级的人物 张凡就是后来跟三重信念土地 有关的内政部的 被他拔着的营建署的署长 中间当然有合理的怀疑 而后来特征组也约谈了 这个基金会的会计师 那裁约谈没多久 你马英九总统就可以 大剌剌的干预司法吗 就算你特征组没有泄露 这个案情给马英九 马英九没有指导案情的嫌疑吗 他居然在特征组 调查这个基金会的会计师之后 他说这会计师 这件事情都是假的 要不然就是马英九胡者 要不然就是你特征组泄命 你总有人要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吧 要不然特征组临终日检察官 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要不相信你就要开始 好好的监督你 我再讲马英九总统 胡说八道的地方 关于那个马维忠制产的部分 马维忠制产的部分 他把它塞到 所谓的名嘴手上 口里面 看起来好像 因为前言后语的意思 是塞到我的嘴巴里 我告诉你马英九总统 你不要把这个不对的事情 随便的乱栽赃 他认为你讲说 他女儿买豪宅 只租不卖 这个是令我最生气的 最生气的一点是 我在我的简讯里面 在二月的十四号左右 我曾经给一个简讯给 总统府的发言人陈以信 因为当天有一家电视节目 在讨论马维忠 是不是在美国制产 因为在网络上面 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在写马英九在美国有制产 而中间还有很多关于他制产的照片 所以那天在讨论的之前 主持人说要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照片 照片全部用简讯给陈以信 因为那时候他是要进入党发言人 而且他进入总统府做发言人 我同时也给了马维国 因为那个时候马维国还是发言人 我在这里面就已经写到说 这个节目要讨论马维忠 是不是有制产的问题 那希望你们能够回应 结果当天也不理我 一直到一个礼拜以后 过年的时候 也就是2月21号 18号是大年除夕嘛 2月21号我突然看到一个 总统府放假的一个发言稿子 就又在那边胡骂人一通 就像马英九所骂的 所以我还发了一个新闻稿 说你们这个总统府 充满仇恨 然后加带情绪性的用语 这个影射性的乱骂人 那马英九总统 你也是影射性的乱骂人 他最后完全不讲清楚 关于那个网路上面 已经流传一年的东西 你马英九总统府的发言人士 你的身边的幕僚 没有人针对这个 网路上的流传的谣言也好 传闻也好 做任何的说明 然后我来去问你的时候 你把这个传言 塞到我的嘴巴里面 马英九你良心被狗吃掉了 我真的是这样问 我用我长期一个 跑新闻记者 马英九总统 在我做记者的时候 我经常收到你 马英九的更正函 你经常要求我们更正 我希望马英九总统 你把这句话收回去 你把你这句话给修正 你做总统 你有没有羞耻心 你有没有是非心 一个网路上的东西 你可以说是我 乌龙爆料 道听途说吗 马总统 我说你拿顶薪政治现金案 我还有秘密证人 你不要逼我把最关键的秘密证人 在法庭上给你 请出来 然后告诉你这个人就是可以证明你有拿政治现金法非政治现金法规范以外的政治现金 我今天觉得不以为然的是第一这一家这么长期历史悠久的报纸你在处理这么重大的新闻的时候用这么草率的态度吗 你欺负一般不懂得新闻专业的人或者是对议题不是非常掌握精准的人可以 你对陈敏凤跟周玉寇的新闻这样子的胡乱的来胡乱编排报道吗 我要向这三位记者杨毅 李明贤 王振宁 林思惠四个记者抗议你们中国时报没有报格 我问你康炳正的角色你们为什么不敢问 康炳正为什么被特征组约谈你们为什么不敢追问 你们做得到一个台湾的报纸的责任吗 马英九总统你把马维中制产的东西塞到我的嘴巴里面我可以控告你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政治献金案 政治献金案分两个一个是鼎心政治献金他不敢提 他从来没有说过我没有收鼎心魏家任何政治献金 任何一次访问 从第一天我写2月12月17号在电视台的节目开始讲 一直到我说马团队 然后中间有中间人一直到马英九就是马团队一直到现在为止 马英九总统我挑战你 你如果是清白的就请你站在电视机前面对着电视机说 我从来没有拿过鼎心魏家任何一毛政治献金 不管是政治献金法的或是非政治献金法的 没有 今天中国时报上没有讲任何一句我没有拿鼎心政治献金 没有上次接受联合报系的UDMTV的访问也没有 然后透过总统府的发言人士 每一次的发言只会骂人家乌龙爆料骂人家没有什么新闻道德等等也 没有马总统你为什么从来不敢讲鼎心两个字你为什么从来不敢讲鼎心魏家四个字 倒是科技男的12位的两亿现金他漏了线 嗯哼 有玄机哦 你觉得他漏了线 当然了 他认了饭局 然后他说当然有参加一些饭局 但是他没有讲是谁吃饭局 他说选举期间当然有饭局 他没有讲是他吃的饭局还是康平正的饭局 马一九总统你不要自认聪明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群虽然不聪明 可是很认真的新闻记者 嗯 马一九总统明明知道 陈敏凤 刘文雄 郑志龙 段一康 李远哲等人 所讲的那种所谓的政治现金两亿元 那是人很多的饭局人很多 可是拿钱只有一对一 拿钱在地下楼里面 除非有监视器 那么久了可能没有 嗯 那在什么B5里面 嗯 车的这个后相对后相这个拿钱 有啊 说法是吴京元跟这个康平正嘛 那这两个只要两个人打死不承认 嗯 湮灭证据 你是没有办法把他生之以法的 嗯 但是饭局 人多口闸 他知道党也党不了 12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讲 他就必须承认 所以他今天认了饭局 他为什么要认饭局 你不要以为马一九总统是个笨蛋 他知道郑志龙来作证 讲的郑志龙的火锅店里面的 那一场饭局里面 他有提到科技男的两亿元 嗯 换句话说 马一九总统故作轻松 在这个访问里面 他先做了埋伏 他承认了饭局 嗯哼 但是这个记者你竟然不追问这个饭局是怎么回事 你去参加了饭局 有没有陈炳凤小姐在美丽岛电子报或者是金周刊所写的种种饭局里面的那些拿政治现金的各种不同的报道跟这个合理的怀疑呢 也没有追问 所以就糊里糊涂免费替马一九总统做了一个不清不白的澄清 反而漏洞更多 我希望马总统你就按照现在的步骤每隔两个月就接受一次专访 然后这些专访都变成成堂共证 那但是我再说一次哦 林宗志检察官我仍然相信他是不会泄露任何讯息的 我也认为马一九总统或许在今天讲的什么命运证人什么都否认是他自己的猜测 可是特征组马一九总统的谈话既然涉及到特征组可能泄密 难道你们不需要公开向全民来表明态度 你们不需要去警告马总统 真班中的案件你不可以随便乱猜测 不可以随便乱指点也不可以随便乱评论吗 对这就是检察官特征组你要不要站出来 来我想请教明凤的是你也认为这项专访当中因此漏了线吗 因为他坦诚的确有犯局可是没有所谓的捐赠 这个就是您当时所掌握12名科技男 这个两亿委领头当时有细部的薛明志的8000万元 林文博的5万元 江长安邱罗火包括吴清源 包括林孝平包括张崇德以及刘英达 通通都被传去了 来明凤怎么看 我跟你说 我觉得总统今天的访问整个是谎话连篇 作为一个总统竟然可以在这么公开的媒体上面 都讲一些不实的话 在欺骗国人 我真的觉得是没有要救了 我觉得说你讲这个什么大巨蛋跟美和事都没有公文 后来大家都证明公文拿出来给你看 你怎么会没有签呢 你明明就有签 而且每个字 每个字都有你的名字 这些你看前面大巨蛋这个后面也是啊 这后面就是美和事的 你怎么会这个 睁眼说瞎话到这种地步呢 然后你就觉得说 因为你上面的这个做市长的时候 你没有经手这一些 所以你就可以引申说 政治信息也没有 有这种推理逻辑吗 那我就要请问你哦 如果说你敢说这里面秘密证人都否认的话 那你司法你的政治的手 进入这个司法的侦办里头 我就可以告诉你嘛总统 绝对里面的证人没有人完全否认的 你下破胆好了 你律师再去多请几个 我建议你 所以我觉得说总统今天 你怎么凭空捏造说 这个秘密证人完全否认 那我们是我们不明白 你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像郭后姐讲的吗 特征组是跟你讲说 这些人都否认 那特征组是在骗你啊 因为你根本就不应该去问特征组说 这些人讲了我什么才对嘛 那实际上这个里面 我后来有去追报啊 这个刘雄大哥还有这个 董委员都去过特征组嘛 还有去过特征组很多 我告诉你我保证总统 你真的是你真的是律师多请几个 没有我告诉你 你想的否认的人只有一个人是跟你很好很好的人 可是那个人即将可能会被做伪证起诉 其他的人我告诉你 还有人跟我讲说你放心怎么样 你今天那12个人 你在抓一个雨病嘛 抓了雨病说 没有什么就是企业界 凑这个两亿元给你 那他们可能就是分开 分开嘛 分开说 分开有人七千万有人八千万 你是不是弄这个雨病说 企业界没有一个整数叫两亿的 他说绝对没有企业界人士捐赠 对啊那你是说 你要说几个企业界嘛 你意思就是说他这句话里头 用臭的 绝对没有企业界人士捐赠两亿元政治现金给他 绝无此事 你认为因为大家都是用臭的 所以不是什么叫做两亿元 对啊就是说 也许他说 没有某一个企业界是捐两亿元 你就是玩文字游戏嘛 你从头到尾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吗 那你先交代一下 这些犯局我好好奇喔 我可能我告诉你我后来我在这个里面 有跟所谓一些人谈过 我说我知道的饭局其实是不止一拖 但是我为什么只写一拖 因为我非常确定这一拖参加的人 那其他的人我没有写 我英语就知道是谁 所以我请总统帮我把其他的饭局也交代一下 可不可以 把它说清楚 你跟哪些人吃些饭 然后像台北富邦宴也是 你不是跟人家吃了好多饭以后 变成这个市盈的变 币那个富邦的银行这么多弊案吗 那你每一次一次饭 我们就要非常严重的怀疑你嘛 所以我觉得说我今天是不愿意多想 这个争讯里面的内容啦 但是我告诉你啦 真的里面 总统你真的放心啦 里面的人绝对不是像你讲的那样子 都没有骨气 绝对不是秘密证人 全都否认 我告诉你否认也许只有一个两个 我告诉你全部的人几乎都承认了 而且他们都把你骂死了 他们说同样我们捐政治现金给你 可是你只对某一些人有对价关系 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对待 我话讲到这样 总统你继续接受专访 我们可以继续来谈 OK你刚刚还特别地道 有一个跟他很亲近的人 即将可能被畏证罪起诉啊 对啊 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就是 就是总统说的 可能是没有承认的人嘛 对 可是那个人就是整个在这一团里面 被攻击最严重的人 因为他是得到 在马英九执政之后 得到相对的政治利益最多的人嘛 互之欲出啦 所以互之欲出 这里头有一个人 即将会被以畏证罪起诉 因为在多数人 都已经诚实交代状况之下 唯独有一个人没有清楚交代 是不是呢 这又是一个重量级人物 可能会被以畏证罪来起诉 来我请教郭东大哥 怎么看这个情势发展 看起来又有人泄密给马英九总统 来郭东大哥 今天报纸一登出来以后 总统你已经踩到法力的红线了 你今天这个报纸整个里面 了解点法力侦查整个程序的人 都已经提出一个相当大的质疑 第一个 刚刚他们在谈的是侦查不公开 你怎么会知道秘密证人全部否认 这是侦查不公开部分 你已经去踩到红线 最可怕的 你是在隔空篡政 身为总统 你怎么可以跟这些证人在隔空讲 你们都要否认 你们不能讲这件事情 这是隔空篡政 第三个 当你在指控王金平官说的时候 你这个已经是干预司法了 所以我在这里很严肃的要求特征主 你们还不启动真信马英九吗 你们难道如果是不愿花船票 你可以到总统府去救信吗 像陈水扁最后不是陈瑞仁进去总统府就救信吗 你们到今天还谎认他继续在隔空篡政 还在这陷入侦查不公开里面的机密吗 所以我们今天看你特征主要 对今天报纸所登出来 总统所讲的话 你们站在什么立场 这是我的看法 今天当然我知道两位 但也许对这个报纸非常不满 那这个报纸已经不值得讨论了 他今天是假借 说我们应该要参加亚洲投资银行 来谈里面真正他想谈的事情 他已经讲过能不能参加 根本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嘛 这个报纸为什么要假借这个理由来访问总统呢 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 是对对柯文哲已经一百天了 最近最热门的就是要拆掉忌惮 而且忌惮牵扯到总统你以前当市长最大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赶快要假借这个报纸出来 说忌惮不能牵啊 大家已经期待二十年了 忌惮的问题 难怪今天柯P非常火大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推都不知情 问题就出在你当为一个市长 你是最高的一个领导人 你都不知道的话 问题就全部都出在这里 所以柯P今天会想光火啊 怎么有这么不负责任 柯P是因为他是接任的市长 在查办这件事情 所以他愤怒 可是台湾人民你们不急的不愤怒吗 我们选出了总统还让他当两任 他既然是这么推卸责任 不敢政治肩膀不敢去扛 现在一问都不知道 我们才发现说将来他八年总统卸任以后 我们再追问他任何事情 他一定讲我都不知道 那惨了 现在只是台北市长八年他不知道 将来他总统卸任 大家才发现说八年的总统 他可能什么也都不知道 那问题不是很大吗 台湾人一群人也有人对方说 你头痛苦力 你说你脑袋像混云图一样 究竟我们的总统是脑袋像混云图 还是真的不要低估他 他为什么突然冒出在做讲这件事情呢 不要小看他今天这样子小小的 中国时报你要的大做这件事情吧 猜不猜忌惮期待不期待 那是柯P在做的嘛 你今天在访问总统是最重要的是 他剩下一年要卸任的 他的官司这么缠身 既然你都懂得问他说 外面讲说你会不会像陈水美 最末期一样不断跑法院 你就要针对这些来追啊 为什么被变成个传身头 刚刚在讲说敏慧替他宣传 我都怀疑这是敏慧 这等于置入行销了嘛 我再讲一次 马英九总统八年市长任内 发生了美和市大巨蛋 现在讲的美和市大巨蛋 完全是他任内所搞出来的 这个所有的弊端 不管是政府的损失啊 或者各种这个协约的迁移 跟大巨蛋当中 这个远雄建设之间 被这个监察院所纠正的 举正 以及这个安全与否的问题 他也都承认安全与否很重要 这些问题都在他任内完成 结果他今天用一句话说 我都不知道啊 然后他居然可以推多给副市长 你就知道将来 如果政治献金案发生事情 同样的画面一定都是 我都不知道 全部都是康炳正一个人做的 其实这也是他预先的埋伏啊 我要请教马英九总统 如果你什么都不怕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找一个 非常特殊的 这个一周刊也写出来的 你找两个律师 要来打官司 而且找了两个律师 打官司是要打我的官司 那这个被人家拒绝 你两位你身边的人士 而且其中还有一位 是帮你打过特别废案 替你打到清廉程度的律师 他们都拒绝了你 为什么他们拒绝你 他们拒绝了你的理由 是因为他不想为你的清廉 给背书之外 难道 我再讲一次 这是我也第一次讲 难道你没有考虑到 这些人 他们也听说 或者是他们也知晓 政治现金案的这些内涵吗 马英九总统 你不要自己不懂检讨反省 他这个非常邪恶的 要求帮他打律师 打这个特别废案的律师 来替他打官司 而且要阻断 我请这些人来做证人的可能性 这个种种的设计 都是因为他可能涉案啊 如果真的一切像他所说的 是完全有信心 别人都是乌龙爆料的话 马英九总统 你费那么多心思干嘛 国家大政那么复杂 两岸关系这么低档 你为什么不去处理 所以马总统 或许你过去在台北市长任内 被人民宠坏了 或许那个时候蓝营 因为想要把陈水扁赶走 他们宽容了你的说谎 宽容了你各种扶上台面 令人质疑的操守跟清廉的问题 但是现在是 比手这个图穷比线的时候了 你经不起检验呐 除了政治献金案 美和事案 难道他不是在切割吗 他也是在切割任何的 后来将来的行事最后 这两位台北市廉政委员会的 重量级的委员人在现场 但是呢 观众朋友 我们合理怀疑 特征组 办马总统的证据现金案 是不是办假的 你到底提供了什么资料 给马英九总统 为什么他会说秘密证人 都否认了 来 这些 第一个有10亿元的 这是吴子佳 在去年10月15号 周一扣紧接着说 顶薪的2亿元 这也是马英九总统 接下来就是 段颖康所讲的 2008电子业大亨 找了几个朋友 在总统大选捐了一笔 给马英九总统2亿元 还有陈敏峰特别提到 发文称 段颖康所称的这一场聚会 是在2007年进行 有12名科技男来参加 交了2亿 给马英九总统 非常长期的幕僚 叫做康炳正 然后呢 刘文雄说 马总统 多名电子大亨 2亿元的政治现金 那当然更关键 就是陈敏峰的部分 我想请教师王定宇 你如果看到在过去 这是在台面上当中的 几位人物被传了 薛乡川 尼吉西 王宫展 康炳正 包括李宏元 更多的是有将近60人次 你看到有这么多被传 这么多 总共60人次被传 来怎么样看 现在依照马总统 现在所透露的一个内容里头 合理怀疑 检察官你要不要站出来 你们到底是不是 承办的检察官泄密 而探政组是不是交出什么样资料 给马英九总统 来 王定宇怎么看 刚才小军秀的那一批人 六七十个人 都是台湾政治经济 尤其是经济界 想当当的人物 这把70个人给他做假饭 没有人捐款给马英九选总统 逻辑上就不通 那逻辑不通了 不过我反过来看 看到承办的检察官 他要把一个脉络图 把它弄出来 而且我曾经在那边讲过 这里面大概有三块的政治现金案 可是今天我看到马英九 接受媒体的访问 公开讲说 那个秘密声讯的证人 通通都否认 这个事很严重 这个事我知道 已经有人准备去案例 告严大和 跟特征组 跟北检 不用去告马英九 他是被害者 他是被告 被告要想尽办法 把自己搞脱身事 人之常情 再怎么样困兽 也会游动 但是特征组 我也不要你出来说明了 这法律问题啊 你问过哪些证人 让现在国家掌握权力 最大的马英九说 那些人都说没啦 那些人都否认啦 他直接把秘密证人的证词 拿出来 那现在特征组 或者北检只有两条路 第一个 乱讲 有人说你有拿 第二个 真的耶 他们都讲没拿 可是总统怎么知道 就这两种啊 这两种 要不然就是马英九鬼扯 那你就准备 卸任 10点钟交接国之喜 那11点准备进馆 那要不然就是 我们的严大和检查中长 你的前一期的学长 叫做黄世民 判几年几个月 你忘了吗 我很清楚 这要有人准备 按你去告你们了 你就不要讲吧 第二个 政治现金 合理的怀疑 来自于不合理的什么 他的选举的支出的 不合理数字 他政治募款 那政治现金 不合理的数字 我光讲两笔东西就好了 第一个 2010年 鼎心魏家的TDR退佣 525万 高雄 国民党高雄县党部主委 叫做这个刘靖天 刘靖天开了 国民党党部的收据 开了收据哦 王金平是 他介绍 他没有私吞 王金平呢 把钱介绍了给 国民党高雄县党部 要选举用的 现党部大概也不敢吞 开了流水号 也开了收据 国民党年度的政治现金申报 党主席叫马英九 没有这一笔钱 那你告诉我 钱跑哪里去 还是国民党开的收据 地方党部收的钱 你看那个李朝青 李朝华那边一笔 你看卓博元 卓博仲那边一笔上千万的 通通都没有 那钱跑哪里去了嘛 第二个 第二笔是 富邦曾经有个1500万 是在检察官那边坐证 时间点前后差了四年 最后呢 逼到富邦率说 我记错了 那1500万 没有申报 跑哪里去了 500的 1500的 那个卓博仲的 1000的 这慢慢加起来 你说要凑到两亿很难吗 不难耶 我还没有扯到这些 科技金融界的大亨耶 我讲的都是小亨 小想而已耶 那不是很大的大亨耶 光凑凑就几千万了 所以马英九政治现金 敢讲证人都说没有 你是要害死这检察官啊 我最好讲的就是 一个人说谎 不用证据 我要讲他说谎 我要证据啊 这边一大堆公文啊 嗯 这一个 这一个是有关联开处签的 签约的公文 台北市政府马英九 马英九就不能说 那个写我的名字 可是他不是我 你现在变李登辉啦 我是我的我 不是我的我 这不用闹口令 盖了你的章 用了你的名字 你就是法人代表 这美和式的契约书 这美和式的契约书啊 嗯哼 好那你说那个不是我的笔记 那是人家帮我盖的假章 是 那这英九九三 九三年十一月二号 这个英九 总不会是别人偷签的吧 大巨蛋的 这大巨蛋的公文啊 嗯哼 大巨蛋的公文 它里面还有一些才识 大都市建设公司 大都市就是远雄啊 马英九你签着字 你下面还写了一些东西 还写一约办理 你今天一推二五六 马英九公司啊 他说 我都不知道 都是副市长觉得 难怪网路上一堆网友说什么 薪水还给我 我的薪水 我缴了八年的台北市长薪水 这个市长说 通通不是我觉得 几百亿的案子 市长都不知道 都副市长觉得 麻烦你哪一个副市长你讲出来 是金副还是哪个副 你讲给我听嘛 然后再来 这一个东西 这边哦 英九 92年9月24号 这个是BOT招商 嗯 马英九也不只是签名 还写了一些对未来影响的 下了一些指示 马英九你怎么可以说 你不知道 都是副市长觉得 那马英九不是英文很好吗 这一个是有关 等一下 words from the mayor 市长的话 讲什么呢 讲台北盖巨弹的意义 那这个英文稿里面的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你看马英九叫马根正 他改了什么东西 本来说啊 这里是capital of Taiwan 他把它划掉说 The Republic of China 他很禁忌看到台湾 要用Republic of China 没关系 ROC 他里面讲到 这个盖巨弹意义的时候 马英九亲笔写了一堆英文 这里要 要revitalizing 要重新活化 要提供什么东西 要文化遗址的延续 他用英文亲自写了一些 有关盖大巨弹的想法 然后呢 签了一个 英九骂 我不是在骂脏话 这是英文名字 英九骂 不是英九骂 英九骂 那好了 全部都他签的名 全部都他参与 现在出问题了 一边要护那颗蛋 说不要拆 一边说 那个都不是我决定的 都副市长决定的 世界上哪有这种官啊 连个肩膀都没有 那我现在讲你说谎 我拿到证据了 请你再拿证据证明 你跟这事情无关 否则马英九 你饶饭吃定了 典开监察院政治现金申报 马无收入企业捐赠的政治现金 一亿零七百三十八万 民主终于扣爆料 顶薪捐助的两亿元 五件终于 监察中的东西不能讲 终于扣付特征组 点名为家取得101大楼经营权 疑似旧汉给马总统的 两亿政治现金捐赠有关 掌握相关人证关系人名单 提供了非常明确的资料 但是因为这个 提供哪些资料 不是不方便你这个说明 要折嘛 要折 没关系 后面这么多 我说的都是我问家取的 我不知道 马英九总统在接受 这项专访的时候 有没有保持他的神志清醒 我请教杨实久大哥 他有一件事的现金 他说 他都知道 但是对于美和宿克大巨蛋 很显然 他说他都不知道 我们看到是一个 非常荒谬的国家元首 来 杨大哥怎么看 我非常坦白地讲 我过去跟马英九 共事过八年 在我当议员跟市长的时候 那我有私下跟他接触过 每次我们都是单独谈话 所以我必须要说 就我所了解的 我可以评论 他未来没有当市长 我就不敢做任何的 你就评论他这项专访 这够你去发挥了吧 这平心有论 我很坦白讲 我已经开始替马总统的未来担心 因为我认为真正的问题 我非常非常清楚的可以说 他未来出问题是在政治现金 是在政治现金 但是在大巨蛋也好 或者是在美和室 以我过去的接触 我认为他的问题会比较小 问题会比较小 但是政治现金 我必须要说这颗地雷 我说的直截了当一点 其实用政治现金去检验政治人物 其实没有几个人活得出来 我真的很坦白地讲 我非常客观地讲 中华民国政治人物 能够活得出来的政治现金 去检验下去的话 我现在脑袋里面 只有想到三个人 民国93年3月31号公布之前 他没有政治现金法 但是都有政治现金的申报办法 只有一个人 叫做王建轩活得出来 还有一个过世的 陈定然活得出来 剩下半个科匹 可以活得出来 因为他未来还有政治现金 我都不敢讲 起码他这次活得出来 这次用政治现金打马英九 再加上他最终他当了总统 所以未来就是有对价关系的 所以这一点 我非常替他的未来感到担心 他今天如果落选两次总统 反而他可以全身而退 因为未来就变成监察院来管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政治现金 基本上马英九 其实最紧张的 最恐惧的 最担忧的是 我并不是说他不好 而是说这个标准放下去的话 他又刚好掌握到总统的权力 所以我认为他在未来 政治现金是很可能让他步入政治 所谓阿扁后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我个人的判断的过程当中 特别费大水库有个余文对不对 但是特别费 那现在呢 现在政治现金 他也不惜要找出很多余文吗 你要知道特别费 他当时能够解套还记不记得 当时很多人去提告了 包括苏贞昌 包括谢长廷 包括吕秀莲 因为就像我说的 用特别费去抓任何当时担任首长的 除了少数 大概我能够想到的例子 也是王俊宣或者陈定兰 大部分都脱不了身 最后是当时很多的国民党的议委 去质疑这些 因为当时有一个惯例 就是一半放口袋 所以后来他又找余文来做 当然他踢死鬼 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牵涉到太多的民进党执政的官员 所以最后就坦白讲 有类似大赦的全部解决掉 但今天他政治现金会有问题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说秘密证人全否认 依你对他的了解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论述 我相信他应该有 因为我曾经在民国95年的12月9号 我也为他特资费到 当时叫查黑中心 就是现在特征组的前身 他的检察官叫侯宽仁 我去为他作证过 我去为他作证过 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他我记得很清楚 在我们作证之前 他还一直希望说 我有没有哪些资料不够的 我说不需要 我的全部放在脑袋里 所以那天我跟侯宽仁 大概谈了将近三个小时 那我认为可能有一部分的秘密证人 大概了 可能有跟他沟通过 那是我以我在95年的 12月9号之前 但是未来我是说判断可能 但起码在我当时 在跟他就是去作证之前 他有问我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资料 我说不需要 我所有的东西都记在脑袋里 但事后 我们12月9号做完证之后 我也没有跟他谈过这个案子 是民国95年 就是他当年特别废大案 实际 我很少打断你 不过我要打断你 我真的要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是去做刑事案件的作证 民国95年12月9号 他是被告 对 他问你需不需要补充什么资料 这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 而且绝对不会只问你 那时候真的也不止你 那时候去被教区问 不管是什么是案子 不止你一个被教区作证 他也大概不会只问你需要补充什么资料 第一个 这是违法的 你该讲的这个东西 要很具体 这是一个指控 第二个 你们的这个市长说 美和市大巨蛋都是副市长觉得 他都不清楚 那个时候你是市议员 我觉得那个部分要讲清楚 我不认为美和市大巨蛋没问题 马英九 他在切割这一块是有意义的 他不是默默讲讲这一段话的 你不要以为他 他不会很笨 他的答复让我们觉得非常愤怒 可是我觉得他都是 他在做法律的切割 不管是现金或者是这几个BM 这个说法 今天柯P当场打脸 我们来听听看柯文哲怎么说 看真是松烟古籍地标 烟囱上早就伤痕累累 满步裂痕 就怕继续倾斜 先加上支架撑着 台本市长柯文哲 尝试宣示 巨蛋开发案 对普及的影响 已到达停工标准 如果不能解决 恐怕要暂时停工 还是以安全为原则 这部分我们认为远雄违反 这个环品的承诺 所以依法好 这个做出裁发 最终150万的 这样的一个出版 导师马总统接受 专访松口团台北市长任内 大巨蛋和美和事案 给的答案是详细内容不了解 柯文哲可没办法接受 美和事案那个 其实 其实那个就是问题嘛 美和事案 马市长在当 马总统在当市长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这才是问题嘛 还有美和事案 这就是问题嘛 好 马总统说 他不清楚 柯文哲认为这才是问题所在 我想请教是亲黄 我们如果还原 马总统在中国时报的 这项专访里头 因为刚刚已经秀出了 其实他针对 美和事跟大巨蛋 是坐在二板头 观众朋友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篇幅 那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当中 特别提到美和事 他怎么说呢 他说对于柯市府的质疑 美和事必案在 马市长任内签约 为何 当时为何给日盛生 叫值钱的住宅 特别市政府却只分道 不值钱的商办 背后是否有 图利财团之险 马总统驳斥 美和事当初签约 是由副市长觉醒 我只是知道 详细内容 确实不了解 美和事说他不了解 其实我任内的时候呢 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细节我真的完全都不知道 他说呢 如果是因为他在市长任内 所负责推动的开发案有缺失 他愿意接受调查 但是呢 监察院已经调查过 他们也没有来调查我啊 来 怎么看呢 因为你曾经做出一个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出炉里头 曾经有出现这个标题 叫做捷印局 自制刀叉 割肉给日盛生 你怎么看马总统 这样一个说辞 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 我其实是 当下是很生气的 因为整个美和事案 就像你们看到的 很多的公文 很多的事项 你像我这样随便拿来都一叠 然后呢 这个东西就是当初签的投资契约书 然后刚刚定语有露出来 你看这边签的名字叫做马英九 对不对 然后你说这么重要的 你都没有过目过 可能吗 这上面盖的是你的章耶 然后你就这样让你的底下人帮你觉醒 可能吗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整份东西里面 我们谈到的 包括比如说 让日盛生可以优先取得什么 商场啊 然后办公室 都写在这个里面哦 那你说这整份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 然后你都没有接触过 那你这不是摆明在欺骗全国大众吗 然后再来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我为什么看完很多 看完这整份文件 我很神奇的原因是 它放水的情况实在太严重了 你知道监察院的纠正里面 高估建物价值 就是把自生生的建物的价值 高估的这一段 是来自于这一个所谓的 参与联合开发权益分配 注意事项 就这么薄薄的几张纸哦 决定了日盛生 跟台北市政府分配的命运 然后呢 监察院谈和就是说 里面规定的事项 让你高估了日盛生的成本 那所以呢 才会让市政府分得很少 就是低估土地 然后高估建物 那我讲两件事情 高估建物来自这一份 低估土地 建价的时候在哪一年 在民国95年 民国95年谁当市长 马英九当市长啊 那你怎么可以撇那么干净 你说这些细节跟你都没有关系 好 那你说细节都跟你没有关系 对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真的很多细节都是 丢给副市长 这就是我说 他应该要把薪水吐出来 还给全国老百姓 你看 刚刚的 我刚不是说 这权益分配事项 高估了日盛生成本 决行的公文在哪里 在这边 副市长 贷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样 秉赞 贷 每一份公文 几乎都是丢给 你的那个底下的 其他副市长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贷 每个都是贷 我想说 有一个市长 可以做得这么轻松吗 就通通是丢给副市长 都可以了 你看 这个也是一样 秉赞 贷 为什么 这么关键的 全部都是副市长 贷 这么多 那个叫散 你知道 每合事 让人家为什么生气 这个案子牵扯的是 400亿的权益分配 高达400亿的权益分配 里面市政府分到多少 其实也就等同是 市民可以分到多少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 这么牵扯利益这么大 然后你全部都带 然后都丢给副市长 然后说你都不知情 然后呢 全部让他们直接去 不管他们怎么搞 搞出来后面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因为好文斌 也觉得自己很倒霉嘛 说95年的时候 马英九就见嫁完了 当然好文斌 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你可以重启见嫁 而你不做 那马英九怎么可以说 这些东西都跟他不相关呢 对 因为一开始 你就被人家吃得死死了嘛 所以你看 所有的市政都可以告诉你什么 他都丢给副市长去带 但是到最后关头 在做决策 到底要不要跟日盛政签约的时候 这里面的公文是带是没有错 可是呢 你可以说这整份契约书 你都没有过目过 都没有看过 然后你就让你底下的人 就直接帮你签章 然后签章 马英九三个字吗 这才是我们觉得 很愤怒的地方嘛 你这样牺牲了市民的权益 然后呢 你还领薪水呢 然后你所有东西 责任通通推给副市长 然后监察院在谈了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奇怪 监察院你弹劾了这个东西 就你在纠正案列了这个东西 最后弹劾 当初决策的人 你为什么不弹劾他 决策的是这些人 然后你对这整个事情 提了纠正案 把它列进去了 可是你却没有拿去弹劾 当初决策的官员 合理吗 最后弹劾了谁 最后只有弹劾局长长齐德 然后跟连开处的处长高嘉农 然后就弹劾这两个人 然后事情就结束了 那这样对吗 这其实是我们在质疑的地方 就是你整个事情 你都绝对不能说你没有责任 你再怎么样 你都有怎么样 你都有疏失 就是你根本就疏于监督 谈谈谈说马英九已经是总统了 对他 这当委员他提名的 要正面问题 你告诉我 马英九总统这样一个说法 说得通吗 来正面回答 我想我每一次这个问题 我已经感过很多次了 金黄当然 他在这次很用功的 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 在103年4月 当高嘉农跟王明昌这两位 因为查到被建架公司篡改 然后很妙在起诉书 大家也知道说 没有对价关系 因为没有日程生送钱给他 他们两个也没长官指示 所以后来以徒利罪起诉 一个连开处处长 一个科长 不是科长 是科长王明昌 那是我103年2月17号 去连证署检举的 我今天特别要提的 当这个案子一出来之后 郝龙斌就把索尔真人 推给马英九 我立刻就在脸书上 而且我也记得 就在你的节目上 你们是由SNG来访问我 我就很清楚的 这个事情是分成两阶段的 我绝对是 我知道多少说多少 前面这个阶段 在见价的部分 是马英九的问题 但是各位记得 你回去看他的公文 他当时只有定一个方向 是说我以商场为主 办公室为主 和所谓的住宅降低 但他没有任何比例 真正的问题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问题 就是出在 当时的副市长叫林从一 他重启谈判 各位了解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地主最先开出的条件是多少 是11%跟89% 全世界大概没有这个分配比例 日盛生弹出条件 不是会来30% 他是说我要89% 你拿11% 所以马英九他们就说 我做得不错了 我做到30.6了 我做到30.6了 比原本他给我的11% 他故意开一个非常离谱的价格 全世界日盛生只有0.26% 台北市政府是99.24% 日盛生0.26% 连0.3%都不到 他竟然敢开出说 我要89% 你要11% 所以马市长在第一个阶段 说你看 我从11%变成了30.6 但是真正了解的 在马市长任内 我认为欧静德了解 第二个阶段就是 我认为后来我去查的就是 在权益分配的过程当中 当时马市长只是定一个方向 就是说 我们要以商场为重 但没有定比例 但是最后这个比例 那他为什么不说你这个大原则呢 你一个市长 副市长 他先把责任 马英九把责任推给的副市长 已经离职的欧静德 郝龙斌一上任 面对这个事情的风暴 他说 前任 前任的市长已经成了决定 郝龙斌推给中风的林崇一 对 马好做了16年 我只要补充一句话 表面上看这个装潢起来 是马英九在推卸责任切割 事实上整个你们在仔细看 他是在缓队拆 他还在替眼熊大机弹护航啊 你要这样去认职才能讨论这个事情 怎么讲呢 你身为总统 现在市长是科匹 他在处理你留下来的烂摊子 他公开连这个报纸都做这么大 反对拆弹 是 那总统你凭什么 你留下来的摊摊子 你自己都很多事情说 你都不清楚了 人家系列的市长 在这里一步一步解决的时候 你反对 假借的时候是市民期待20年 他这一招才厉害 刚刚我们在集中 但是他的政治现金 现在特军组 我们当然是要求他 可是他真正的目的是在哪里 目的是还在护航远雄 为什么原因 把过去资料调出来 他任内的连开 观众我们现在两个案子 一个是日盛生美和 远雄的大巨蛋 日内的连开案子 三家个案子 就一个案子是在马英九任内的 他造就了几十件的连开 造就了五大建商 第一个就华虎 第二个是日盛生 第三个是贯德 第四个宝强 第五个是新护花 这五家建杀罩 为什么没有远雄 远雄不必了 远雄已经吃掉大鸡蛋 这么一大块肉了 连开案被这五个 五家全部都吃掉了 三个案子 就一个是马英九任内 他如果在讲说他都不知道 对 台北市在开花半天 我们选了个市长 他什么都不知道 表面上他 哦 我不清楚 我怀疑 他现在还在远雄 就是跟这个政治献金 有某种观点 他跟鼎星 就是说 即使他想要 护航鼎星 也不是为了 护航大巨蛋 他也不是为了远雄 他是为了他自己 他没有这么大的心胸 要去帮助 任何一个别人 他从第一版的 亚投行的事情 到最后休闲 不不我要问你 你挖眼熊 被真的磕皮板 要把他拆了 挖眼熊 会不会出来追手 说当时是怎么样的 不会咬出他 对啊 他因为的他自己 对啊 因为远雄 其实现在态度 是两种态度 一种非常强硬 就是一切依法办理 一切依法办理 那大巨蛋这个案子 可以拖很多年的 从这个四年 可以拖到八年 甚至于可以 可以拖到十年 二十年 在这个的追索范围当中 当然我们所公布的这些 所有的这个公文 关于大巨蛋的公文 上面都有 英九先生的亲笔字 他一定是逃不了关联嘛 所以他才为自己做准备 那从第一页的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位总统 他从第一版讲到 亚投行的参与 一直到最后 他对修宪的看法 完全是脱离民意 而且毫不负责任 虽然亚投行 大家不是非常注意 可是他说 他说我要积极的加入 亚投行是你 马英九积极加入 就可以加入的吗 那要不要加入 全国的民众你问他 大家都认为 如果为台湾好 要积极国际参与 当然要加入 那我要看的是 你要怎么加入啊 我没有看到他加入的方法 你要加入 明峰也写过文章 你要跟民进党 跟国民党 跟各个的各界人士来商谈 我们要用什么模式加入啊 你是用奥会模式 还是用WTO模式 国内要怎么样取得共识 然后怎么去做国际的说服 你给我一个方法嘛 各位 不管你是不是马英九的支持者 就算是叫我 不要再骂马英九的前国发会主委 关中敏先生 昨天我访问他 他是说 他意思说看到一个总统 已经感觉到这么的凄凉的老态 他自己是这样的讲法 可是我们光从国家的元首的负责任 讲好了 光是一个亚投行 你仔细从第一行 看到第三页的第三版的最后一个字 你有看到他讲 怎么去加入的方法吗 没有 没有 一个剧本都没有 一个复案都没有 你也没有告诉我们国安会 有没有开多少次 以前WTO是这样子做的吗 以前WTO是英中文带领国安团队 有不少剧本在完成的 以前的奥会模式是蒋经国 折成这个行政院 然后自己开会 最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 严家干这些英文专家 去接受的Chinese Taipei 我的意思是说 好我看到你那么了不起 你说要加入亚投行 里面找不到任何一个总统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案 还有你做好的准备 你不是让人家不寒而栗吗 这个总统即使一个积极的作为 他也没有方案呢 多可怕 那到了二版的时候 全部都是B案都跟我无关 马市长无关 马总统无关 都是别人乌龙爆料 这是二版 三版呢 白日梦 又要什么2016两岸设代表处啊 又要什么货帽 服帽要谈完啊 还要这个更不可思议的事 人家习近平都讨厌死你了 你还要马习惠 然后最后竟然说修宪很困难 你知道吗 最近骂他的人是谁 钉手中 说这个马英九总统对于修宪的部分 民调都那么低 最近朱立伦都懒得你马英九 有一个可以看出来 因为在修宪的部分 但是你说他被于大巨蛋跟美和事里头 这法律你觉得在卸责的背后是有玄机 当然是有玄机 为什么 他到底准备要做什么 我给你讲 《易周刊》上个礼拜不是已经讲了 他找很多的律师帮他做这个 备证 为了他安全下装 他们模拟很多案子嘛 包括政治陷阱案 包括其他的这一类案子 那最后不是说讲到了一个 所谓什么有争议的政治人物 我知道的是 他最亲信的两位律师 一个是陈敏 一个是宋敖民嘛 对不对 这些大家市场上大家都知道的 那可是他最后找的这个律师是谁呢 《易周刊》还没有讲出名字 那他说他是有争议的政治人物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争议 可是呢 我知道他现在作用的是叶庆元的律师事务所 我知道 叶庆元就刚好在大巨蛋案当 中啊 他是那个法规会的主委 后来的接这个 这个马英九的这个 法规会主委 郝龙斌时代的啊 这不是厉害关系厉害冲突厉害的不能回避的问题吗 所以他现在在完全为自己安全下装 各种不同的包括弊案的准备 包括政治献金 包括他这个可能有些被翻案的地方 甚至于包括黄世民的那个 宣秘案 宣秘案 那他做的这些准备的同时 我认为他当然也在精神喊话他自己 或者是他也在做一些这个指导啦 但是不管怎样 所以说隔空篡政 但是我还真的是再强调一次 特征组 请你叫发言人出来讲 秘密证人啊 那些跟政治献金跟你办案有关的东西 马总统凭什么这样说 这样说你不能够这个发导成绩吗 我觉得特征组你不能制止吗 否则你特征组的公信力 也被马英九的一番这个专访 给打得这个破损无疑 这个就是主要的检察官 林宗志 我们说他如果说 马英九总统已经讲秘密证人都否认了 包括办这个案子 总共有六个检察官 从林宗志 李海龙 于秀端 柯怡芬 邱志宏跟杜慧玲 那这是政治献金的部分了 可是我们会觉得说 到底在做什么准备 来 青广这边还掌握更多的资料 应该说我其实想补充的是 刚刚在讲那个大巨蛋的部分 因为我看到总统今天讲那种话 我觉得非常的不恰当 他说不要拆蛋的理由 就只是因为什么 符合人民20年来期待 那你知道今天在面对大巨蛋的问题 是人命的问题 那是安全的问题 这不是你期不期待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的量体已经被迫放入什么 放入太多的那些商业设施 所以导致他原来逃难的问题会有问题 本来人家规划是15分钟 要可以疏散5万人 结果你现在搞到后来 只能够疏散7000人 那所以一旦发生灾难的时候 跑都没地方跑 你现在看忠孝东路有多拥挤 那个地方如果一旦发生 火警也好 地震也好 人潮突然涌出来 那是有很大的生命危险的 面对这种关于安全的评估 然后我们刚刚从这整个美额市场就发现 你好像就很懒都丢给副市长 所以你都不知道细节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你现在只是出来精神喊话 说要符合人民20年来的期待 然后所以就不要拆弹 那不要拆弹 那今天就要让人民去面对生命危险吗 你根本没有了解过这些事情 你凭什么去讲说 今天到底要拆弹 不要拆弹要怎么处置 各况现在这件事情是台北市政府在处理 你现在出来做这种什么政策指导 还是做政策精神喊话 我不知道总统今天是凭什么样的依据 可以去做这样的喊话 来这个点到几个非常关键性 他是这么说的 因为柯文哲在雷厉风行锁定五大案件当中 对于是否赞成柯文哲拆弹打掉重练 马英九总统说监察院曾经纠正过大巨弹的缺失 如果这些缺失都能够改善 他认为还是应该让大巨弹留下来继续运作 因为这不仅是市民非常期待的一个室内大球场 同时对于2017年世大运开幕有很大的作用 台北市民期待大巨弹快20年了 不要轻易把这个目标给改变 暗淡 但是还有讲到安全第一 如果做得好的话 还是把它变得更安全 然后再留下来 其实最后他还特别期望喔 他还特别期望什么 特别期望在2017 如果他不想思索如果借使柯文哲 邀他参加2017世大运的开幕式 他是愿意出席的 这个地方我就请教是敏凤了 你2017他你卸任了吗 2017他愿意参加世大运的 他先看他在哪里喔 第一个 你认为他那时候可能在 在什么 你说在哪里 他在不方便的地方 总不能暂时请假跑出来 你们都引设他去土城看守所了 一个国家元首 他在讲人民期待了20年了 20年 可是我们人民期待是20年 你马好16年 做出这样的一个建造 7天还是8天 迅速的就直接跑出来 迅速就已经出来 然后安全逃生到现在 有质疑的大巨弹吗 来 民放怎么看 我就说你这一个堂堂的一个总统 你突然跳出来批评市政 然后还帮大巨弹挂保证的样子 我请问你 那那些如果说大巨弹真的 照现在规模 然后完全不休战 出问题是你要负责吗 我觉得你从 你就他特殊战术也是帮大巨弹挂保证 不是吗 请不要猜20年 对 我们20年期待 我们要请问你 你为什么当市长的时候 把它搞成这样 反正那个弹门是可以打开的 你为什么请这个 李树德一约一约到说 这个弹门是不可以打开的 那你又说你这个什么 请说明招商对 后对什么时间的延期 你根本就参与其中 那你这个大巨弹好 大巨弹你参与其中 你包括这个什么BOT的规划 还有这个什么招商后延后的 有什么后续的影响 你根本就是在里面都是有 好就算这是不扣薪水好了 对不对 你就有认真在批示 是 那我问你 为什么安姐的部分 你为什么不交代清楚 这整个规划以后 它已经违反了这个整个 整个这个 这个原先的合约 你为什么都没有交代 所以我觉得说今天 这个什么这个地下道 已经通好了 然后人命这个树也不能 树要不要移什么 能不能移 我告诉你市长 马市长 马总统 这不是你当市长留下的烂摊子吗 否则我们为什么今天要 这么费这么大力 重新再把大巨弹 重新减省一遍 然后就是牲口 然后开张的时候 整个2017年 世大运发生举行的时候 会有人命的问题吗 所以你今天总统 你不出来说明 你是怎么决定这些决策的 你为什么议约 议到警察院给你 叫你修正25项 27项 你为什么可以议约议成这样 你为什么不说明 你27项是怎么弄出的疲漏 然后我要请教这个所谓 你们不要这个廉政委员会 每核式的东西 你们把这个好龙兵 马英九的名字盖掉 我请问一下 你们未来后续 要不要送检掉 难道整个廉政委员会 就这样结束了吗 那如果你们大巨蛋 也是跟每核式一样 就说市长只有这个年限 没有这个名字 没有这个负责人 对 那我们这样查干嘛 所以我真的不期待 都不是 他有些部分是已经有盖章 如果他不知道细节 副市长就可以做决定 你都已经不知道细节 你怎么敢去盖章呢 因为高嘉瑜加入我们的现场 现在是怎样 团队都是给予在做背书吗 总统帮大巨蛋 帮每核式背书 然后呢 这个内政部长跟行政院长 忙着帮抛刘木 对吧 背书吗 这是个背书团队吗 这个就是民意吗 我把敏凤刚刚讲的两个公文 再仔细讲一次 他刚刚不是讲到 监察院的13项纠正 就是因为他派了李树德去签约嘛 那派李树德去就是他的嘛 这个白紫黑字他 他派的 派李树德去做监任议约人 请财政局长 李局长树德 监任议约人 所以后来 在英九 九十三里四月二十八 这就是李树德 为什么会做议约人 益出那个救命也救得不好的 就有13项被监察院纠正的这个合约 接下来刚才这个敏凤也讲到了这个 你知道吗 他在九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他说请说明招商时间延后对未来公旗之影响 然后啊 然后这个公文又送上来过啊 你知道吗 因为在角落上还有一句 已谈过如你 换句话讲 他自己是非常仔细的看完了 然后他还叫人家来谈 延公旗延长的影响之后 然后呢 29号 换句话讲 24号 他说要说明 到29号 他说已经谈过如你 五天呢 你还切哥哥鬼啊 他根本就是一个 我还介入很深的 介入非常非常仔细的一个台北市长 关于大巨蛋光泽两项公文 他就要负起原始责任 来王定宇 我判断马英九在接受专访前 跟他的前副市长见过面 前副市长欧靖德 沟通过 来我这边收到欧靖德 因为本来想连线给他 欧副市长刚刚告诉我们说 时隔久远了 他已经不记得了 而且呢 马已经说话了 他不方便 这个很有趣啊 马英九这整个发言 你要看他前置作业 先传出找了一群大律师嘛 其实他修理 叩叩姐修理很多人 找一群大律师 不单纯是为了这个 第二个 我们去年还在研究说 提名的什么监察委员 那种德性你还硬要弄要过 连郭美朗都看不下去 你现在回头去想这些案子 再去看他提名的监察委员 那些妆都埋得很不错 第三个 怎么这么多法官 你干嘛提名一个 跟美丽岛有关系来 来当大法官 为什么硬要栽培这样的人 林辉煌 对进到司法界里面去 你把这个布局 再去看他现在发言 他在切断点 为什么要切这个断点 你不管是 好我们来讲曹新成 曹新成的不就低润 就没资格当总统的马英九 如果收了他的政治现金 后面的TIMC 又叫曹新成负责 薛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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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找薛明智 然后又拨了钱 让他弄的话 你又收了薛明智 扣一斗 那政治现金 这个就叫对价关系 那不是不法政治现金 那是贪赌罪 同样道理 美和氏大巨蛋 马英九说是副市长做的决策 我不相干 为什么 因为副市长没有选举 会收政治现金的 刚才石球讲的 榻榻榻榻榻榻榻 会收政治现金是会参选的人 马英九是候选人 他现在开始想 他的康炳正 他下面这些人 如果有半毛钱 来自于这些相关的业者 关系企业 人头 等等 他这个对价关系 对起来的话 那非同小可 还要2017开幕 开个头啊 你要不然就在海外 要不然就在笼子里面 所以欧敬德那段话 你要跟观众再讲一次 这个叫隔空篡正 隔空篡正 隔空篡正 还没有被约调马 还没有 还没有 他说因为马族 第一个十隔九远 他不记得了 马都已经讲话了 他就不方便讲什么 所以他不方便发言 我把这个 我这个就是隔空篡正 特殊组检察官 你们还不 连欧敬德 你现在还没有传欧敬德 他现在欧敬德不敢讲话了 你真的约谈他的时候 欧敬德敢讲 当年就是马英九 只是我这样做的吗 你不敢讲了嘛 他现在全部推啊 他现在压下去 就像当黄世民一样 马特殊组也不知道 都是副市长觉醒 副市长也不记得 用公文查不出来吗 那这些公文算什么 公文觉醒 假章 他带盖的这个章 一盖下去之后 那些是他自己屁的 就看欧敬德怎么讲 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 刚才亲王讲一个 多恐怖的事情啊 我花了那么多税金 拿了那么多选票 选了一个台北市长 全部都是带绝的 400亿的东西都带绝的 那马英九在管什么东西 我还去查马英九的相片 最多是这种相片 你知道吗 他去洗厕所 去弄观光公厕 去管那个厕所里面什么东西 这个他都亲自盖章 亲自决定 然后呢 400亿的东西 不管是大巨蛋或美和市 副市长觉得 我统统不知道 你信不信 那如果这样的人 再告诉你说 要参加亚头 美和市金额有多少 美和市总共的金额有多少 他总销金额是280 280亿 但实际上应该超过400亿 400多亿 那大巨蛋多少金额 大巨蛋 大巨蛋就很难 大概500亿以上 就500亿以上 所以这两个 所以我就这个人 他现在告诉我们 他要亚头银行 或什么东西的话 你敢让他决定吗 ECFA是这样的人签的 到时候出的事情 都是副手弄的 对 我跟你讲 如果国家决策 过去6年在他手上 加上8年台北市 他现在告诉你 我通通不知道的话 那我跟ECFA 拿16条出来 废一废掉算 没有这种人啊 大巨蛋 被柯文哲 形容为不平等条约 马总统也解释大巨蛋 在2003年变更协力厂商 因为当时的筹备委员会 决定废标 但当厂商提出申诉之后呢 公共工程委员会 随即认为 台北市政府的废标 决议不当 因此要求市府 要重新跟厂商签约 中央对我们有指导作用 我们就遵守了 他说呢 当时台北市政府 在过程中 已经尽了应有的职责 当时筹备委员会 不是他主持 哇 又不是他主持 都是由专家主持跟厂商议员 过程都非常清楚 资料都在那边 我们乐于接受调查 我先来补充一下 欧敬德的角色 因为刚好 马英九好龙兵八年 总共16年 我在当议员 这几个案子 我刚好全部都亲身参与过 欧敬德刚才讲 可以有一部分的道理 是因为 如果你说BOT的精湛案 他是副市长 没错 你说美和氏 他是副市长没错 但是在大巨蛋最后的关键点 就是95年10月3号的时候 那时候副市长是金辅聪了 金辅聪是在93年的7月 台北市的副市长 所以如果你93年7月以后的问题的话 那坦白讲欧敬德已经到 优优卡公司当董事长去了 而且他刚才讲得很清楚 所以他离职时间是93年的7月 93年7月 他已经离开了 那时候金辅聪就 但是前面的精湛是在欧敬德任内 就是BOT案 还有美和氏的 就是刚刚我们所谈的 包括他30.75 林开案都在他手上 他的任内 那个是他任内 但大巨蛋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签约就是说 当公共工程委员会 驳回你的废标决定的时候 你在议约过程大幅放宽 那是在95年的10月3号的 最关键的点 那那个时候副市长 就如同欧敬德所说 他已经不是副市长了 但我平心而论 我非常清楚的具体 如果说我用数字比例来算的话 美和氏我认为 6成是马英九的 马师傅的责任 好农民绝对占4成的责任 因为最后的 会分配到变6.9%的住宅 67%的商场 45%的地下室 还有45%的办公室 就把原本30.75 用所谓的产品交换 垃圾变成黄金 黄金变成垃圾 到最后不是30.75 再强调是11对89 就是原来 当时美和氏 日生生要的89% 千万不要看那个比例说 我30.75 好像自政府拿了30.75 其实最后就回到 他原始的要求 11对89 而最后 让30.75 变成11的 就是郝斯福任内 这一点 那大巨蛋呢 这一点郝斯福大概要负 两成的责任 马英九要负 八成的责任 那至于说富邦文创 或是三创 或是双子星 另外那三个案子 全部是在 郝隆兵任内所决定 那就跟马英九无关 所以我再一次强调 郝斯福在美和氏跟 大巨蛋里面所占的比例 是比较低 但他们都没有 善计一个市府 在补强的工作 所以监察院的第三个 纠正的就是 在大巨蛋里面 就是纠正郝斯福 大巨蛋 柯文哲市长已经说 不排除就先停工 因为有危险上的问题 我请讲的是可可姐 那照这样讲是怎样 这个 偷空台北市场 不用都不用追究了 都不用追究了 因为这个人说 郝隆兵说美和氏案 我上任前就定案了 今天马英九跟你说 啊不啊 美和氏 都是副市长决定啊 详细的部分 我都不知道啊 副市长说他都不记得了 这个人说 副市长说他不记得嘛 啊这个人说 前任市长就已经决定了 啊前任市长是谁 扣姐 我再补充一个资料 给大家笑一下啊 这投资契约书 大家刚刚都有看到 马英九的签名嘛 对不对 有他的章嘛 美和氏的 我们刚才讨论的商场跟分配 你知道日盛生的这个 投资契约书附件怎么写的吗 为使捷运局之 不动产经营管理单纯化 不花费多钱心力 办理住宅之处分 本投资人啊 日盛生 自愿将所获得分配的 权益楼地板以私地主分配的 集合住宅为主 不足的部分 在分配商场或商业办公大楼 站着别人卖乖啊 洗身好大 站着别人卖乖啊 站着别人卖乖就对了 他多好心 他觉得他无委屈 去分配楼地板 他把最好商场卖给你们 是是 然后就是在这一份 马英九具名的签约的契约书里面 好好好 你刚才想的这种 可能会逃脱他司法制裁的可能性啊 因为政党轮替了 所以还存在一丝追究真相的 这个青天白日的可能性 这个就要 谢谢台北市民在11月29号 大部分的选民所做的抉择 这也是为什么11月29号 是台湾的世代转变的一个关键日 刚才这个青黄拿出来的 是这个1月书的一个全部的本 那今天我们从节目一开始 这个徐永明啊王定宇啊明凤啊 大家所讲的 仍然是我们现在再一次给大家看的 就是这个契约书的头跟尾 头就是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 土地联合开发案投资契约书 就是这本契约书里面的魔鬼里面的细节 里面的市政府的这些 所有的徒利于这个日生生 而且损失事库的 掏空事库的都在这一本里面 那这个契约书最后盖的大章的人是谁 这个人啊 叫马英九 他还说他都不知道 光是讲法律追诉 我们民众不可能放弃之外 光在政治道德责任上面呢 他有讲过任何一句道歉吗 他在全篇访问只有罪正所税 讲了一句遗憾 只有一句遗憾吗 证所税 你因为证所税的这个征收害的我们 证交税的税收大幅降低一年少500亿 然后整个的这个 证券市场的交易量 萎缩到1000亿以下 这几年来损失了多少钱呢 整个的台北的这个 金融投资市场都被你打趴了 你只有一句遗憾吗 你的一句道歉都没有吗 光是证所税都可以监察院好好的去弹劾监督了 更别讲这几个案子 他逃不掉了 如果怕他逃掉 我们就在2016年好好的投票 好好的找那些可能不会让他逃掉的人 在场有一些人 嗯 但是来 他们说一方面在全面反击民嘴的同时 他们说你们都错咯 他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的七年他是有政绩的 打着政绩 他告诉官员朋友 明年大选 国民党是有胜算的 诶娘 他说总统跟国会大选 诶娘 去年九合一国民党惨败 至今尚未走出阴霾 2016总统人选始终难产 但是马英九昨天仍然乐观认为 国民党执政啊 替台湾创造许多和平繁荣 以及进步的机会 明年的大选跟九合一情势不同 国民党依然有很大的胜算 而且他说啊 这个朱立伦呢 六月前一定会有结果 他第一次参选总统时 也是到6月24号 党代表大会才会决定按照官吏 从没有三月就决定人选 还要再一次酝酿一段时间 这是什么情势啊 李鸿源说2016总统大选 他一定有角色 因为他看到一份民调 他的排名是非常非常前面的 这个马英九总统跟你说 会贏啦 国民党端着什么 七年的政绩 他怎么说呢 这里有一些很关键 马说执政党主要还是要看政绩 过去七年来 曾经遭遇到金融海啸跟欧债危机 但政府都成功处理 让经济情势反弹为生 来我请教国动大哥 他现在端出七年的政绩 跟你说明年 国民党会贏了 来怎么看 不过他讲得没错啊 这知道很多人这个经济发展 赚了很多钱啊 我刚刚已经讲过 目前为止 八十几件的连开案 已经做了四十几件了 总共可以列出来的三十几件里面 这几家 这五家 你看看 华湖占十三案 日盛生占七个案子 冠德占五个案子 寶强占四个案子 新富发占三个案子 大家都不知道新富发 新富发就是那夜市五人去跟他买房子 要他打折扣还要送红包的这个 跟赵成雄一样的送钱给这个这个 夜市五人的 所以马英九 你自己怎么会还有脸 讲说跟你都没有关系啦 任何一个弊案 如果你被我连开案有问题的话 你都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你应该要跟记者说明 当时是怎么做的怎么做 都不会 他都不愿意讲 哈啦哈啦 说我有政绩 现在有事情 人家问你个案 所以他现在都是政绩 问他有个案 他就讲他不了解 不知道副市长代行 政绩不就副市长给你做出来的吗 你根本都不知道吗 我印象很深 马英九这个市长任期到的时候 出了两本书这么厚 第一本是这个脱胎换骨 第二本叫软硬兼施 那是罗志强帮他 我说奇怪 你为什么会做这两本书 我们看看半天内容 原来他就建立一些网路的东西啦 是罗志强弄的吗 罗志强应该罗志强有参与 我看是金普松的副市长吧 所以他出这两本书 代表他根本那个脑袋空的 他只知道这两件事情 其他都不知道 可是他留下来的 刚刚好龙斌为什么要讲这前任的 中校西路那个专车 公车专车就证明了 好龙斌不敢去动他 他知道有一天会被清算 不敢动他 我把马市长留下来的 给你们看 最后是柯P去把他拆掉了 今天要不是柯P大胆要去拆他 所影响范围内 林佳龙敢去拆台湾塔 林佳龙敢去拆BRT 郑文灿 我很佩服 那天看见说 马路上有一块 空地上面挂着一个说 桃园灿晃 马上下面给我拆掉 那可以怎么可以拿我的名字 放在上面 真是了不起 所以柯P的现象 已经让其他县市 开始拓展出来了 今天我们在追究这些弊案 如果说没有某种关联的话 马英九为什么会这么关心 这件事情 我就很奇怪了 你个人已经弊案缠身 你要接受访问的时候 记者应该公开在追这些政治现金 记者不追 反而对这个大鸡蛋兴趣这么大 对美和氏兴趣这么大 难道他不是继续在护航 就怕说有点柯P下最后中手的时候 顶熊就必须供出出来新的东西 就好像顶星我们一直怀疑说 他四人飞机飞到中国去了 到底带什么东西去了 为什么后来顶星 马英九好像都跟顶星保持距离了 现在这一个顶熊的大鸡蛋 还悬在柯P手上 柯P真的要拆 那顶熊你怎么办 顶熊要追溯 到底你要赔偿我多少的时候 是不是要从马英九任内开始追溯起来 是是 这个整个就全面性的方案 所以敏鳳 可是在这种状态之下 马总统说他明年会端着七年的政绩 他是忘了有1.129的惨败 来他说是状况不一样 他说明年端着七年的政绩 可是我记得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他站到哪里 哪里都倒 甚至说连前说连事们 他说我三次都在中央执政不佳 1.129崩溃式的这种大败 总统是感觉都不记得 来 迷鳳怎么看 我对这种自我感觉 良好到如此地步的总统 我真的是感到匪于所思 他前两天还在说 你闷啊 谁闷啊 来跟我说 我真的觉得 你说谁闷啊 谁闷来告诉我 你说只有这些案子吗 现在这个风传本你看 就是说 这以停车场为名 马好放水三创园区 不只我们刚才讲那个案子 三创他也有份 你看这也是马英九签的公文啊 对不对 这里头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站着 然后不肯放 市政府帮他变更地幕 才可以有如期的变更 那我请问一下 你市政府这些有的没有案子 你只要柯P一赛的review的话 你就是在你不进阶 你很怕民意也扫地了 你凭什么说你2016你会大赢 而且你看看 你做总统以后的政绩是什么 油店所长 老百姓恨死你了 我没事 我这小老百姓过生活已经够困难了 你只要中油会倒 台电会倒 就是老百姓该死 你们老百姓就把油跟电的钱通提高 好 这样子最近不在缺水吗 他也不是去说 我要去挖那个污泥 他说我们来当水费吧 因为那个台湾自在水费 可能会倒了 可能水都会缺了 我觉得真的 总统 你告诉我们 你的政绩在哪里 好 你最大伟大的资金就是六都 六都现在终于有人说实话了吧 六都是最大的错误 是台湾整个都市 谁说实话 科文哲说只要三都就好了 对 科文哲的话 包括蔡英文 现在每个人都敢出来讲说 六都市错误的政策 当年就是为了周锡伟一个人 你把整个台湾都市规划 区域规划 还有国土规划 通通打破 这是要做马一九的政绩吗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 这些政策 一定是祸害一千年的 还有你组织 行政院组织调整 越调越多人 搞到这个全责不明 你卫福部 食药署 卫福部 以前卫生署 已经提升到食药署 可是我们食品安全有好一点吗 连续接连出包 那对于处理日本跟处理当年的黑心 还是一样吗 你告诉我行政院组织调整 调整到什么东西呢 你不是应该人员精简 然后整个提升效率吗 结果不是啊 你人员越来越多 可是你做事情的效率越来越低嘛 那到底 那他凭什么说凭到 你刚才讲你政织没一队好 他凭什么说会有胜算啊 打电话问总统府 所以我还是怀疑 他到底有没有神智清醒在 进行这项专访内容 来千万要补充 我们来例数一下让大家 尤其年轻人印象最深刻的 马英九政府的政绩是什么 第一个22k 创造台湾年轻人大学毕业生 20年来最低起薪的政绩 这个是在马英九总统任内 第二个油电双掌 到最后造成台湾的物价涨幅 是近20年来最高幅度 这个也是在马英九总统任内 然后呢 台湾的房地产价格 冲到史上最高 跟土地价格最高 也是在马英九总统任内 然后再来薪资倒退 是这15年来最低 这也是在什么 这也是在马英九总统任内 然后台湾 有史以来最低的生育率 发生在哪里 也是发生在马总统任内 只有一年 过去台湾一年有40万的新生额 在马总统任内最低的时候 一年只剩下16万多的新生额 然后再来 那个奶粉价钱最高 是在什么时候 也一样是在马英九总统任内 然后食安风暴 发生最多在什么时候 也是在马英九总统任内 顺丁锡二酸 毒淀粉 然后那个什么三聚清安 然后到我们后来的食用油风暴 你看前年暴一次去年又暴一次 去年还连续暴两次 然后你的食药署的官员还出来说 还出来竟然帮鼎心护航 这些是什么 这些就是所谓的马英九总统 所谓的七年来的政绩 那是马市长的八年政绩 会不会是山老鼠最肆虐的时候 因为现在高嘉瑜来到我们现场 来丁宇你也可以继续做补充 来 山老鼠的案件目前最新的发展是什么 山老鼠的案件其实我们追到现在 我们发现说其实过去当时整个过程中 其实在马英九市长任内 那块土地保护区在94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破坏了 那就是在马英九市长任内 那马英九到现在当总统了 过去我们认为说他只是无能 可是从政治献金案到现在衍生出来 这些弊案重重 我们认为说他不只是无能 甚至他的青年绝对是有问题 为什么 大巨蛋案为什么我们可以让远雄于屈于愁 整个不平等条约是在谁任内签订 就是马英九 当时虽然中央政府让他继续做 可是是谁让远雄可以这样子继续盖这个巨蛋 赔钱都是市政府在负责 赚钱都是远雄在负责 为什么 就是马英九任内 那美和市案大家也知道 让建商吃肉市府喝汤 这是马英九任内 富邦是谁让台北富邦以小并大 并了所有的我们台北银行的资产 就是马英九任内 所以在马英九任内签订了很多 徒利建商的这些条约 可是事后他都说他不知道不知情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副市长 可是我们来看这些副市长怎么样 美和市案的时候林重一副市长他被约谈 他说他中风了他不记得了 然后呢这个欧靖德金站交酒转运站 主要就是欧靖德负责的 现在欧靖德也说他不知道他不知情 也不记得了 可是欧靖德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都记得说他在一百年十二月 他就开始担任日盛生的薪酬委员 到现在这是有领薪水的 这个我们大家都记得都知道 你是说他卸任之后啊 从一百年十二月开始到现在 现在是一百零四年 他足足领了四年的日盛生 在交酒转运站这边 他在日盛生担任薪酬委员的欧靖德 这是有领钱的 至于他领了多少钱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查日盛生的财报 看到了欧靖德的名字 他还可以说他不知道不知情吗 这中间难道没有弊案没有问题吗 马英九还可以再撇清关系 可以再设防火墙吗 所以一切最后都倒向一个人 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到现在还想撇清关系 可是从美和事案 从日盛生案 从这些交酒转运站 从玲瓏山怎么突起 都是在马英九任内 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这背后所隐含的意义 就在于说弊案在里面 是来王定 我还要先讲面对2016的总统大选 在野党不能太大意 这个国民党绝对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但是如果马英九主动出来说 我的政绩是赢的基础 那你主席怎么变得换下来的 为什么朱立伦不撩你 为什么10月29号之前吹的牛全部破掉 因为很多东西 现在的速度就像柯文哲讲的速度很快 快到你想要扯谎的速度都来不及 你知道吗 你想一个数字就好了 你说阿扁是马英九整得最惨 大概是最讨厌的一个人 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他四年大概增加负债是一兆两千亿 你马英九八年 八年增加一兆 八年的总统任内 八年花了一兆两千亿 你马英九四年就花了一兆四千亿 人家那一兆两千亿 里面还包含了打消呆账 里面用了将近两兆 你总跟他比嘛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马英九还在认为自己政绩很好 那你怎么会跑出来说 美和斯跟大巨蛋 我通通不知道 我都不了解 黑龙副市长觉得 你的政绩如果可以引以为荣 你现在给我去站在台北圆环 吃草油面给我看啊 吃鱿鱼根给我看啊 台北圆环 台湾人的记忆不是被你摧毁掉了吗 现在变个玻璃屋 连蚊子都懒得飞进去 你的政绩如果可以拿来说嘴的话 不要说绿的啦 你懒的人 今天不是一个蓝银的人说 叫他挖个洞自己埋掉算了 不是我讲的耶 不是我讲的 我谁讲的 马总统 蓝银大佬 蓝银大佬 蓝银大佬说 所以你还在出来讲啊 刚才挖个洞自己埋掉算了 是蓝银大佬讲的 嗯 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面对 朱立伦领军的国民党的总统大选 要小心 但是马英九拿出来讲这个东西 会被笑 我最后讲一个 刚才高嘉宇讲的一个重点 你知道马英九的任内是最多官员 一卸任 也没有什么旋转门啊 转个身就跑到民间单位 去当有几职顾问 当副总 去领研究费的 这些东西如果决策的图力都上线的话 那个东西叫对价关系 嗯 你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所以我今天在电视上公开呼吁欧敬德 欧敬德相当程度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人 纵使我们政治立场不一样 他以前到现在在社会上表现 欧敬德很投机 你不必带 因为不同政党 他的形象至少比马英九好多了 你要不要帮马英九背这一条 马英九那些断点断得这么清清楚楚 其中有一条是要你背 你要不要出来说 你不要说那一句模糊 哎呀马英九总统都说话了 我就不好再说什么 这句话有两面性也很酸 我倒觉得欧敬德可以讲清楚 那时候决策过程 下条子开口讲话 全部都在欧敬德的脑海里面 我也不相信你一个人 可以把高铁放掉来投资 连胜文的人 会把当年的事情都忘光了 你的东西 如果高嘉瑜那讲的是真的话 越早讲越好 否则 你当污点证人的价值 其实是往下降 这个建策只要传欧敬德马上行动的话 我叫欧敬德怎么会忘得掉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高雄地间 欧敬德 这什么欧敬德 是 有上不是讲吗 你让日圣生的建户价值被高呼的 93年7月之前 欧敬德 欧敬德 那这是日圣生集团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跟日圣生有关 他是很关键的人 是 没错 跟日圣生有关系的东西 都是他代行的 今天马英九就是召告各界去抓欧敬德 然后呢 然后他都不用负责任是不是 高雄地检署的前检察长林博志 也是定义好的 有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讲说 黄世民走了以后 检察官那些年轻 杰出优秀检察官心中的那种小警种 没有了 特征组的黑手也不可能再进去了 所以这次我们就要看啊 如果有检察官前辈都已经讲说 现在特征组你们可以放手办案了 已经这些政绩已经铺成这么多了 你们还不行动 我不知道说 我们有办案了 他办到把情资 政治献金都给马总统看 你看这些人说什么 笔录啦 证词 这些人都否认了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 办到把资料全部都送给马英九总统看了 也不见得是特征组会跟其他讲话 到底是谁 我们要特征组你自己出来 把这事情弄清楚 而且还请你加快脚步 要不然就是他自己胡扯蛋 不管怎样 就说马英九一定要不 自从特征组 特征组开始传 他们已经很少在政论节目继续在追 因为侦察不公开 大家都目守你这个规定 你总统支持 还还 现在反扑 你自己还跳出来 还逼着大家在媒体上面 跟你公开对接 那特征组还办什么案子 所以我们看 欧静德已经这个例子出来了 不方便讲 那特政组你什么时候才要行动 证明说那只黑手没有进去了 证明说这些年轻的检察官 有道德勇气了 没有警总了敢办案 如果还是这样混过去的话 不要说扣扣敏鸿他们在这里摇头 我们再看说 难怪我猜下一只马英九会更大胆 会开公开记者会出来讲这件事 来不要忘了 很多北检 对目前许多五大必然是没有动 北检是完全没有动作 所以可能也需要更多的人 到特政组去 刚刚说的消息 台湾之心今天召开董事会 通过高层人士 就是魏英交辞职 新的董事长将有赵国帅的接任 不过没有讨论到 101大楼的出生 赵国帅是他自己的人 赵国帅是他自己的人 赵国帅是他跟各界联系的 最重要的人 他101大楼的董事 也是交给赵国帅 也是理性会加的人 把手丢了白手套 就是真系假作 假系真作 根本就是放给自己的白手套 其实交给里面的资料 很多都已经不见 75个文件里面 有22件已经都不见 科文的调资料都调不到